大家好,我是封印,欢迎收看封印解说三果沙 那么时隔一久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关于武将王朗的一个解说视频 因为这个武将的特殊性啊,所以说迟迟没有给大家一个解说分析的视频 好了,废话不多说啊,今天先给大家来一句开胃菜,是一句粉色投稿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句国战视频,因为我们这里就快放了 因为这个视频也是以娱乐为主的 我们发现主持人要选的是一个袁绍和田丰的一个组合 大家知道国战来说,群雄来说袁绍还是很不错的 袁绍跟很多武将是有组合的,比如说袁绍和那个马腾对吧 一来就可以达到一个通过熊翼,可以摸三张牌 达到一个直接开关键的一个效果 这里呢,我们发现啊,尤其是手量显得会更加厉害 我们发现啊,如果说袁绍跟田丰的配合在于田丰有个技能叫随士 他这个技能的话,一旦一名角色进入冰死的话,他可以摸一张牌 也就是说无论对方有多少桃,或者有酒都无所谓 只要打到冰死,你又可以摸牌 救回来再打到冰死,又可以摸,对吧 所以说尤其是对于在降面上已经变得比较残的情况下 有人已经残血的情况下 对于袁绍和田丰这个组合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发现啊,这里我们也是希望他们打得越厉害越的好啊 让他们互相打,血越残,对我们是越有益的 我们发现啊,直接是两个四个卫国 这里有很多局,都是卫国碾压局啊 因为在国战来说,中卫来说还是卫国的胜率 整体来说偏高一些 我们发现对面的离点是离线 三属四位,我们就一个群雄 然后看不看我们能一穿七呢,对吧 直接一个决斗 我们希望是打不死啊,打不死是最好的 因为人头由我们来收 我们一旦能打死一个卫国就能摸很多的牌 打死一个蜀国其实也不错 打到冰死的话,我们也可以摸牌 所以说这里看起来应该很稳 我们发现这里已经有很多个一写的 一旦把他们打到冰死,又可以摸牌 对吧,即便他救回来或者干嘛 我们又可以准备下一轮放箭 不是放箭啊,放箭 可以叫做放箭 好了,再开啊 我发现现在的牌还是绰绰有余的 因为现在一写的将是越来越多 对吧 好,又可以摸牌 对吧,又可以摸牌 只要他们没有闪了,我们就可以永远的射下去啊 即便他们摸到九桃,都无所谓的 我发现一旦死了一个人,我们一把牌就来了 好了,这里已经推掉全场,不成问题了 应该这局也是轻轻松松的,获得一句胜利 开胃菜系列呢,就是让大家看得开心啊 一般都是那种比较快节奏,或者说比较看起来很爽的一些局 没有什么太多的技术含量 但是呢,让大家开心,开心就好 好了,这局结束,马上就给大家进入正题环节 就是关于王朗的一个解说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在请示里直播,录播啊 所以说,是有打游戏啊 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 有点吵,希望大家见谅 他吹录啊录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局视频 是关于王朗的一个视频 这样我们先看武将介绍 我们翻开王朗这个武将 首先他是在SP武将里面 我们看两个技能 第一,武蛇出牌阶段限制次 你可以用一张手牌 于制作三名角色拼点 没赢的角色选择一下七极张牌 获得你摸一张牌 用没赢你获得一个饶舍标记 七个饶舍标记直接死 然后呢,基茨 当你用骨蛇拼点量之后 若点数少于X 你另点数加X 若等于X的话 你可以本回合发动骨蛇的次数 上限加1X为你饶舍的数量 好了 是这样的 首先骨蛇这个技能 首先你是可以一拼三的 这相当于是一个特权 因为没有哪个武将 可以用一张牌去拼 拼点对方三张牌的点 第二,如果无论你拼赢 还是拼输 你都有一张牌的收益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拼赢的话 是对方选择 对方选择的话 如果说你拼的是敌人 他选择七牌 那相当于也是一牌的收益 他让你摸牌 也是一牌的收益 如果说你拼输的话 你自己当然会选择摸牌 也是一牌的收益 对吧 或者说你拼队友 即便你拼一牌 他也会主动让你摸牌 所以说基本来说 光一个骨蛇回合内 基础算下来 就有五张牌的收益 为什么呢? 你是一张牌拼的三张牌 你可以额外赚两张牌的收益 假设这三张牌 你都拼的是敌人 并不是拼的队友的话 第二,你拼三个人 就可以摸三张牌 对吧 有些人说 那为什么弃制一张牌 是对方选择 是不是没有这么大收益呢? 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约等于 为什么呢? 因为你自己拿的牌 你也可以说 你拿的是一张废牌 对方可以拼 拼你也用废牌 那你自己拿的牌 也是废牌 对吧 所以说 而且对方有可能 为了让你获得饶舍标记 拿一些高质量的大点数牌 来给你拼 对吧 所以综合算下来 即便没有五张牌的收益 四至五张牌的收益 是肯定有的 然后通过基词 基词 万一这三张牌里面 你遇到了一个等于X的话 你还可以再发动一次股舍 如果说哪怕是一次 你就收益又可以成倍的一个增加 所以说综合来说 每回合五张牌的收益 是绝对有的 所以说这个王朗 这个武将 在回合内的发挥和过牌能力 是特别特别大的 它的能力 在回合内的过牌能力 是大于鲁数的 因为鲁数 普遍情况来说 也就是四牌的收益 大家可以算 如果说你即便是选择多摸两张牌 那只能达到两牌的收益 对吧 如果说你选择定盟的话 可能会更多一点 可能会达到四牌 或者五牌的收益 但总共来说 平均来说 也就三到四牌的一个收益 但是王朗这个武将 则不然 它是每回合稳定 接近五张牌的一个收益 很多人说 那它不是有很多负收益吗 你到七个饶舌 不就死了吗 对吧 但我们从实战来说 七个饶舌 是非常不容易的 首先你每回合的话 你去拼点 你会选择一个比较大的点 去拼 你不会 这是第一 你拼的是三个人 即便有敌人 会为了让你拼输 刻意去拿出一些大点 对吧 让你获得饶舌标记 但是真正你要获得七个饶舌标记 是非常不容易的 第二点 你还有基茨这个技能 如果说你的后面 到了六个 或者说到了五个 接近七个的时候 你拿一些小点去拼 你也可以加X 所以说你综合来说 你排的点数 不会太小 对吧 总共来说都是 至少说是十点左右 以上的一个点数 这样的话 你赢的概率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的话 如果说你真正说 到了六七回合之后 基本上这个局势也就 大概也就定了 也不会在六七回合之后的事情 就是说一般的局 不会延续到那么长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即便你在后期 你会觉得 会临近死亡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给队友 便宜达到自己的一个过牌效果 所以说总归来说 王狼这个武将 要通过饶舌死的话 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它的负面效果体现的并不明显 所以说综合来说 他可以认为是每回合四到五牌的一个强大的过牌能力 虽然说他没有回合外过牌 虽然说他没有回合外防御技能 什么没有那些只有三血 对吧 三血两技能 但是他回合外内的技能 是比鲁树更要强一些 对吧 当然不能说是他跟鲁树在场上发挥 鲁树还有其他配合什么 综合来说 谁强谁不一定 那总共来说 单论过牌是比鲁树啊 孙群啊 看着这种武将都要强的一个过牌属性 这也是王朗bug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鲁树的嘲讽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王朗的嘲讽也是不言而喻 大家很容易先把王朗打死 什么翻命啊 什么勒布斯鼠避凉村呢 肯定都是冲着王朗来的 所以他在场上的嘲讽性也是非常高 第二点呢 也就是说他这个武将因为他的过牌能力太过高 导致于他现在并没有给永久使用权 也就是说你想获得王朗这个武将的话 目前来说是没有途径的 怎么想玩呢 也只能玩一个试用 对吧 好像是中流底柱2018可以送七天 然后呢 以前什么什么活动又可以送几天的一个试用权 也仅仅如此 就是我有一个猜想 我觉得王朗如果以后要给永久使用权的话 首先他有可能会给个豪酱 对吧 然后呢 来大捞一笔 然后呢 又给个几千多的酱 这是一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 他会消 他会把这个王朗武将削弱 然后上线 就跟邻居一样 对吧 以前大家很多 很多玩家反映 不能接受那个换身份的那个效果 所以说官方还是把邻居削了 我也断言 王朗这个武将 为什么他辞职不给永久使用权 因为他强度太大 官方还是怕影响牌的平衡性 所以应该会消 或者说是通过什么其他方式调整 好了 非法不多说 我们看一局测试视频啊 这里也是开四倍数 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讲的 简单看一下基本操作和用法 嗯 开八倍数吧 多的不用说啊 开四倍数 这里是一个反责视角啊 这局也没有太多体现王朗 总的来说是一个普普通通一个局 嗯 一刀杀 对吧 董允的话也跳中 呃 甲询应该也是跳中 刘备的话跳反贼 这里董允也是直接忙陆逊啊 实际上是亏的 这两次是亏的 就算陆逊无论是忠诚还是反贼 我觉得都是对我们反贼有利的 呃 为什么我也不便多说了 大家自己看就懂 无论陆逊是中反 董允这两次的话都是亏的 因为你让刘备多顺 怎么都是对刘备有利的 好了 这里陆逊对袁绍是一顿狂奏 我们姑且是认为这样一个身份 因为我们这里怕 袁绍跟曹匹配合 肯定是先去打袁绍 无论他什么身份 先忙了再说 接着刘备给牌给牌 然后打陆逊 然后结果发现是个反贼啊 特别牛逼 这个位置袁绍当反贼啊 有想法 不过很简单 你选这种武将 你就做好被忙的准备啊 我们也不会太过于怪你 选这样的什么错误 对吧 但是你被忙 你也不要怨别人 就那么简单 好 这里我们发现这个陆逊 原来是一个内奸或者中长 是个内奸 开始是因为被终成忙了 对吧 也被迫要装一波 装一波身份 跳反贼 实际上也不要装 在他的视角 可能 如果他去忙袁绍的话 可能 他自己是终成 那袁绍 必然就是反贼了 也正好利用了这一点 但是呢 因为王朗这个武将 你看他一次拼三个点 对吧 随便拿个点啊 你拿个什么十点 勾点去拼 获得饶舌标记的可能性 都很小 对吧 你看两三回合了 才一个饶舌标记 你要用七个饶舌标记 那基本上得六七回合 那个时候局势 基本上已经明了了 没什么 除非是特别那种 罗汉局啊 打七八回合 打得非常僵持的那种 基本上很少见 所以说王朗这个武将 还是特别强的 过牌能力可以彰显 每回合四五 四五牌的过牌 不是吹的 好 这一刀带走陆逊 这也是轻轻松松的 获得一波胜利 这里给大家简单 展示了王朗的一个 强度和一个 基本的一个使用方法 那好了 今天这一期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因为有点吵 希望大家尽量 这样的话 因为最近参加一个 那个UP组的一个 冲突激励计划 不求大家投币什么的 求大家一点啊 给点个赞 对吧 觉得 我说的 但凡觉得我说的还不错的 对吧 给个赞 好了 废话不多说啊 这里 今天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 我们说商务之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